来 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求职者 现在已经工作12年了 在带团队这一块的话 有一定的工作重点 在任何一家企业 我所带的团队的话 都是企业里边最好的企业 我现在如果找一家 比较适合我的企业 在3到5年内 我在这一家企业里 必须打住自己的一片天下 我带着我的团队 做出一定的成绩 用我的能力去挑战你们的高兴 12位BOSS以及现场的观众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邢志龙 我叫邢志龙 今天32岁 已经工作12年了 我的工作一直以运营管理 和营销策划类的工作为主 今天来我们现场 也想找一份 以运营管理和营销策划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的推荐理由 从志龙过去的履历来看 他为他过去的企业 创造了非常高的价值 光看数字都非常的惊人 有一个月创造5000万 一个月1000万 很多很多这样的 非常厉害的业绩 我觉得如果他们属实的话 那能够为在座的各位老板 可能会带来 非常丰厚的回报和价值 好 徐瑞你看过他的 他写的字吗 他的简历上写 看过 我好像一个字 我都不认识 好像医生写的字 就像医生的病历的感觉 这个字的话 平时的话 就是说我趴在桌上 还是可以写好的 但是就是说 自己可能写字已经习惯了 在上学的时候 写字就这样 然后老师很多时候 说这个跟鬼话服务一样 不是 这是你应聘的一个简历 但这个简历的话 我相信在座的boss 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清楚 其实当时应聘的话 我有一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就是工作以后的话 不要解释 现在就是问你很简单的一点 你明明有机会 哪怕是趴在地上 趴在墙上 都可以写清楚 不一定要写得很漂亮 但为什么写成这样 没有 我有不同意见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 这个字是练过的 是有一定功底的 陆老师 我不管是否是练过 我不管是否是有功底 我不看东西吗 徐瑞 如果 大家都有一点书法基础的 如果这种字 是有书法基础的 它是形 它是 这是形法 纯瞎扯 可以拿电视机给个特性 给大家看啊 对 如果说这样 这样的字都叫做 有书法基础的 我想问一下 你这种形态 是哪种风格的形态 那具体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它的 那你凭什么说它有功底 你仔细看它 河北 唐山 这个字一定是练过字铁 练出来的 练过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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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不论它的书法水平如何 他写表格最终关键的时候 更多的人能够看清 我们填简历总得要让别人看得懂 我是觉得 他其实是很认真的练过字的 那只是可能有的人天生真的字 不管怎么写都写不了那么好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点苛刻了 这是他也许是一个人的书写习惯 并且他自己说过 他带过一份电脑打印出来的非常准确的简历 但是所有的老板说看不清楚 对 如果是我一个人或两个人那无所谓 可能是在座的12个人 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清楚 你现在知道代替选手说话 我们会有多为难了吧 你也知道我们会有多烦了吧 其实我很看重这个选手一上来的时候 他对这个简历的天线 那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个事儿呢 本来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地去说 其实按道理来说 他的这个简历 最关键的是让我们了解他人本身 你写得不清楚 我们对你的了解不清楚 对于你来说也是不利的 这本来这件事情是对你有没有利的问题 到成了我们要较真了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这份简历的话就是说 当时确实可能没考虑到这份简历的话 会直接成为我们今天所用的简历 当时如果就是说 用我直接打印出来的那个 今天给大家的话 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 好那接下来这些所有的内容 我们可能都要问了 就增加我们的时间 这些时间要分摊在你的面试的成本当中 刚才徐瑞说 你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 非常好的 在别的公司的一些工作经历 你挑一个你认为最满意 最成功的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 或者一个事件 跟我们描述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在我的工作中有一份工作的话 是在河南的一家企业 这家店有七家连锁店 它做了一个营销的活动 这是一个美食节 在美食节当前的话 平时这个店面是 它有七家店 这个主店面的话是4000平米 平时接待量是5000个人 当前接待了7000个人 然而就是说当前我们 平时的营业额这家店的话 可能就是3万到4万块钱 这家店的话 营业额是11万 它店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已经卖的 就是说厨房已经做不出来东西的 这种现象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 总共是举行了10千时间 总共创到了是1962万 你做了什么 在这里面你的贡献是什么 在这里面整个的营销活动的方案的话 全部是我做出来的 也是我来 是你个人还是你的团队 我个人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方案的闪光点 我的方案的闪光点 DW的PPC的话可能更详细一点 但是就是有一个10万斤羊肉 免费吃的一个闪光点 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宣传非常到位 我们的一些数据教查也比较到位 这个城市总共有120万人 然后我们的一个宣传主要走到一些路线 这样这样 你在夸自己的时候 我们想知道你整个做了评估回馈了吗 整个这个活动 做了 做了 那我们就问一些基本数据 你当时设计的这个活动 大概要促销到多大规模的人群 然后人均科兰价大概是多少 我们人均科兰价在60到80块钱 那你的规模是多少人呢 无论规模的话 几乎是这个城市的话都覆盖到了 你到底有几家店 七家店 七个店总共有多少座位 这七个店 这边 七个店总共有多少座位 对 我们给你算算 因为我一直在煮美食节的一个主厂这一块 我们主厂这个界面的话 那你这个数据呢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预测呢 怎么给你计算 这个案例如果是一个 你能够写在简历上的案例 应该是你很自豪的一个案例 我觉得各方面数据 你应该能展示的很清楚 而且这个中间有奇异啊 就是这个企业本身 七家店有正常的营业额 对吧 你只是做了个促销 那你表述的话 应该表述说 你比他的这个环比 或同比他营额增长的那部分 而不应该是说 整个这个都是你们的功劳 环比增长50%以上 你说那个平常是有5000人 但是当天来了7000人对吧 平时是500人左右 500到7000 然后你环比只增长50% 罗敏 咱们没办法复盘去还原 不是复盘了 已经复盘了 平时500到7000 这个数据是互相矛盾的 对 怎么不能复盘了 他说销售额只增长50% 但是人数增长了14倍 为什么销售额只增长50%呢 我50%是总的 就是1962万 总的比他那个平均上升的 行 那下一个案例你好好回答 就这个一个月创造5000万业绩 还是重点分享 就5000万 我们最感兴趣这个 5000万的话 这个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会所 这个会所的话 他做的主要是这个 以字画 茶艺 餐饮和这个拍卖 小型拍卖会为主的一个会所 这个会所的话就是说 当时他已经是 前面的话已经亏损了两年 这时候的话 我们举行了一场活动 这场活动的话 就是邀请了十多名 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画家 在当地还是非常有一些 影响力的这个人物 这帮人如果你说 我给你多少钱 你来给我画一幅画 人家根本不跟你玩了 我们就是以一个 学术交流的名义 把这帮人带到了 我们这个会议的现场 就是这三天时间 在我们这里所做的 所有作品 这个拥有权归我们会所所有 然后的话 就是在第二天的话 我其意他们一块做了一幅画 这幅画的话就是 三米三乘以六米六的一幅画 是他们这么多人 十个画家 十个画家一起把这个画 最终完成了 然后这幅画的话 就是说拿到 香港去拍卖的过程中的话 这幅画拍卖了三千万 当然其他的一些作品的话 也是以同样的方式 等一下 你是这画已经卖了三千万了 是吗 已经卖了三千万 那这事 在哪个拍卖行拍的 对啊 我也想问这个 现在网上 你只要说的 它在香港的话 是苏富比 还是佳德 还是什么 你这个画如果要拍到 三千万人民币的话 这个网上是可以立刻卡到边上 这样的一幅巨幅作品 和十位画家所完成的画作 应该是有记者 你要想清楚 我觉得这坑里跳 有点大 是哪家拍卖行 你要讲的不清楚的话 香港的拍卖行 让他说 哪家拍卖行 什么时候拍卖的 你不要说三千万了 三块钱的我记录 这幅画的话 是我们老板 当时拿去拍卖的 刚 本来我想把这幅画的 当时那个图片 想搜出来 坐在PPT里面 哪家拍卖行 画作的名字叫什么 现在我没有那个图片 但是这幅画的话 现在挂在我们西安的一幅会所 画作的名字 拍卖的名字不知道吗 你不是在香港拍卖了吗 不是兄弟 兄弟这五千万业绩是你做的 对吧 这个事情是你经手的 这五千万已经减了三千万了 是一幅有争议的画 各位你别坑我啊 我把你介绍的那么 你这 显得我水平的别低 这个肯定是真的 你把这事先说清楚 这个画 你这么大的业绩 你要知道 你把这样的一个 曾经的工作成绩拿出来 说不清楚 你说不过去 一幅三千万的画 也算是有身份证的东西了 它最起码应该记得出处在哪 因为就那么几家拍卖行 这里面没有你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首先这种方式 是在书画界非常常用的方式 这谈不上什么策划 它的关键点是人脉 是你老板的人脉 把这些人叫来 然后一块画画 在书画界呢 它有个专业名词 叫笔会 对笔会 就是笔会呢 找几个画家 平常他可能不出来画 或者呢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他找一个机会 把他的价格便宜地卖掉 其实画家心中也是有素的 在那里呢 做一些随手的画一些画 那些画呢 基本上不是精品 行 那么比较便宜的价格 就给这个承办方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件事情你做了什么 你的发挥的价值是什么 我其意 就是说我们老板 已经通过他的关系 来 那这个五项跟你关系 其实不是特别大 对吗 你不是职业销售者 对吧 你是一个会议组织者 对吗 他是参与对你的活动 这些画家的资源不是你的 又不是你的 对吧 买方资源拍卖 不是你去拍的 对吧 在哪拍卖的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五千万跟你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不是销售者 那业绩不算 所以说这个业绩 不能算在你的头上 面试里有很多人会 虚造一些 自己过往的经历和成绩 去面试去做敲门砖 对吧 但是一般像你这种级别待遇的 企业最起码是要做个背调的 今天很简单 我们背调就是问你 你的那个业绩的 能证明的资源是什么 你根本说不出来 你的背调已经失败了 你知道吗 你还需要做补充吗 不需要 不需要了 第一轮选择去获留 我觉得他讲的东西 最起码缺乏的是一个真诚 当一个不真诚的人出现 在我们的面前的话 我们肯定会毫不犹豫的 选择我 这个 五千万是一个传奇 说句实在话 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个策划 盈利五千万的人来到这个舞台 是我们这个舞台 无上的荣光 说实在的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本身的真实性 其实你应该开始就有所考虑 这事一说出来 大家会不会信 要让大家信 我必须拿出点什么 你应该有准备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以后如果要把自己 曾经的一些工作经历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 尤其是大的工作经历的时候 最好有切实的证明 好吧 那个时候你也轻松 我们也轻松 PVC里面可能准备的更充分一点 这块的话 也无所谓了 反正都这样了 我会继续 上五万